你们招人的时候 你看中这个人身上的什么特质吧 我招什么人跟我欣赏什么人 不一定是一种 因为我招的人 很显然就是我工作上需要他 门类旁多吧 然后大家背景也都不一样 各个国家的年轻人 也有艺术的 有偏技术的 就我看你们这儿 都有 什么人都有 好像从气质上也区别很大 它有点像像一个学校似的吧 大家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化学反应 让你觉得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很多想法都能被允许的 这么一个地方 不一定非得是名校毕业吗 没有 我都不是 我是 我本来不是 但是我就记得 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管照片 因为没几个人的时候 每次他们就问我 我都不问他们什么学校 他们都老是问我好多问题 有工资吗 说你老多竞赛怎么生存 就采访我 我是觉得 我欣赏年轻人 尤其是在未来 特别不明确 我觉得 未来肯定 不会有人说 一辈子一直干一个 就是传统意义的一个专业 所以我觉得建筑的 这些人他其实是能学会一个 去寻找热情和激情 然后表达自己的这么一个能力 他以后干什么都行 可以是行为 可以是建房子 也可能是设计小东西 也可以设计是一个无形的东西 就是但他找到了那个激情的方法了 对 我建筑是挺这个 触类旁通 挺综合的一件事 有技术 你看有艺术 有思想 有历史 什么都有 有美术 所以他可能 尤其未来的 我觉得没人知道 哪个 可能未来所有年轻人的工作 现在都没产生的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你呢 像我那么老吗 你是30岁不就成名了吗 但是你觉得在中国当今的建筑设计师 还有没有机会 会让更多的人 像你当年那样能有那么多机会的人呢 这种可能性是多少 我觉得我当时也可以留在美国 或者我其实当时在伦敦工作 我老师就让我去他的办公室 但是我还是觉得要回中国自己做 他当年是最炙手可热的设计师 你留在他的设计工作室 好像才一年吧 对 你就回国 对 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样我可以自己做吗 而且中国 我其实当时没觉得是机会 我就觉得中国问题多 就是你看他的城市建筑 或者你认为建筑还涉及到文化话题的话 有很多事你都想去表达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最想去做的事 心里很安定 是因为我觉得只要做我就很满足 就是不用建 我只要画出这图来 我的作品能完成 我就已经达到那个表达自己的那个目的了 这就意义已经找到了 这个他们不接受只能是他们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把图纸画完就回到你刚才站那边说的 那你的那个人就拿什么挣钱呢 图纸也挣不了钱呢 生存怎么办 我其实特别不理解这个 生存需要多少钱才能生存 这是个好问题 你说说你的观点 我就觉得上学的时候不是都火过来的吗 而且是每天熬夜画图 然后还要交学费 你后来你毕业以后再怎么没有收入 也不用再交学费了 就不用再支出了 所以你已经经历过条件最差的 这个有这个经历以后 我发现是这样 就是年轻人很重要 就先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太好的条件里 来验证自己的这个热情 是不是真实的 一旦他经历过整个这个 最艰难的这个过程以后 他以后所有的时间都要想着 对得起这段时间 他就不会再去妥协 因为他就觉得 我当时已经这么困难都已经过来了 我这些都不算什么 你刚才说的这个验证太棒了 因为你不用你不去验证的时候 就是纸上谈兵 你说你喜欢这个东西 你根本不愿意为他吃苦 像我采访的很多艺人都是住地下室 我觉得他们在当地家里再穷 也不会是地下室 然后他们真的就是地下室 真的就是我采访买一块那个猪耳朵 切成六块 然后每天吃一小块 但是后来他们坐到你面前的时候 这变成了谈资了 现在我采访了很多人 他没有这个谈资 他得使劲想 所以我觉得所有过去 就是人年轻的时候 一定要我觉得受点苦 有点挫折 挺好 那个是卢卡斯 就是感觉特别外太空的感觉 降临到我们的人类了 然后外星人 是机器还是生命啊 生命啊 生命啊 这是因为它上面有植物啊 对 因为最早我们看到那种外太空的 不是都是金属壳吗 对对 但你这个上面是植物 就预示着生命啊 对吧 所以它不是飞船的感觉吧 应该 我觉得它是有点像漂泊的云啊 对对对 它不是飞船 不是机器的那种美学 它像冰盖 我刚从冰岛回来 冰岛格林兰岛 就是你拉开窗户 然后它就是一块冰盖飘过去了 自然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又 然后那个冰盖呢 是它有的时候 下面是深蓝 上面是浅蓝 因为它是有的时候冰山融化 它那个海水的密度不一样 你就要什么感觉 你就会觉得我们人类特别渺小 这都是什么 都是一年前 没错 跟亿万年的一个对话 是吧 我是想漂浮的 我想离开地面这个现实的世界 我想让这个建筑是有一种 我叫那个远古的未来感 远古的未来感 你学见没有 就是这种亿万年前 就是在人出现之前的东西 也挺有未来感的 真的 你来看 这是我那个草图 你看那草图就是 就有点像一个云吧 就是飘在这 然后人这么上去 这种感觉 你们这草图是 开始在构建一个想法的时候 去画这个草图吗 就是各种印象 你要去这地方看环境啊 然后就会有些想像 这个是一张图 这是不是城市吗 远处是这种山 我就想这建筑 能越过这城市 跟这山有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它必须 后面有那个山 对吧 就是这一个大长焦 就会这么看 要不然你只会考虑到 周边是什么样 我第一个实现的 就是在加拿大那个孟谷大厦 当时我是完全没有任何经验 我就是一个刚毕业嘛 然后设计那么一个高层建筑 我哪会啊 然后后来 建筑建好了以后 建完了 然后得了好多奖 然后我们吃饭 然后那有一个当地的白头发 一个老头的 他是结构师 他说你这个可差点 把我给害死 我就觉得他有点夸张 他就说 好像是很累 花了好多那个 后来他就说 不是 我就真有一次 我开车就想你这个问题 然后闯一个红灯 现在想起来就特别后话 因为他自己太投入了 没有人说逼着他 你必须怎么怎么样 他就是 他就喜欢这个东西 他就想怎么去实现 让他就觉得 特好的一经历 就是 特别投入 我觉得你们这个好的 就是建筑师碰到了这种结构式 特别是一种 就是像谈恋爱一样的化学反应 就两个人如果能达到默契 一起一块把这个作品完成 对 可能当时下个作品 也不一定在一起 但这个东西 你还永远回忆的时候 就挺特别来劲 那种感觉 对 好的结构师 其实也是艺术家 后来上学的过程中 这个学校 他也是 他请了好多那种 各式各样的大师 这些人 在课堂上就吵架 全是大师 但是他们风格不一样 不是有现代的 有这种后现代的 谁跟谁 就是老师跟老师吵 老师 他请了全世界大师 他们要在哪个地方 没有别的大师的时候 他们都很牛那种 但是到了学校 把他们都弄在一起以后 明白了 在学生面前 吵架 他们就开始要争论 那学生就得 在这个争论中成长 我觉得特别棒 就是他就是 让你面对了 不同的这些各种角度 好的教育 不光是建筑 就是所有的教育 他这个环境 就应该让你成为 更极端的你自己 就是你本来 有很多共性的东西 但是你有那么一点 与众不同的那个点 一个环境 能让你把这个点 推向极致 那就是你 特别与众不一样的 这个地方 而不是让你都训练成 一类人 对 我看大家都是有一个 特别多的段子 就是骂甲方 就是说你 不尊重设计师 对对对 那你说你不干这行 你有没得干 那怎么能够 就是说坚持下来呢 想能跟所有人 能合作好这些事 本来就不现实 因为设计就本来挺个人 挺自我的一件事 肯定有很多人 是不能认可的 哪怕他人品再好 也不一定就是欣赏你 这就是一现实 首先得做到能表达自己吧 然后运气好的 能找到那些欣赏你的人 就比如说 他们让你很不爽 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 就去折磨自己 就是我不太会 因为人的态度 感觉爽不爽 对对 我是就想问这个问题 就不要太容易不爽 这件事 但是就是前提是 你想做成一件事 就是你如果觉得这件事 你要表达出来 这个作品是很重要的 人这些就稍微放放 喜欢谁不喜欢谁 但人家很容易就 就是你老去调到 那个人对你产生的情绪 这是需要修炼的 我觉得艺术家 这方面挺迟钝的 就是你可能会 原来迟钝最重要 你不了解迟钝 你不太了解别人怎么回事 喜欢人不喜欢你 你就想干这件事 但是呢 现实就是说 你想干这件事 也可能也成不了 这个做好准备就完了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自己先得 把自己想做什么 你先得立起来 要不然人都不知道 你是谁 何谈喜欢不喜欢 没错 就是你从回国 到现在是20年 对20年 然后当时我看 因为我在发了一些报道 因为你是 扎哈老师的学生 就很长时间 大家都觉得你的作品 有扎哈老师的影子 然后慢慢慢慢 这种评论就少了 你的自我出来了 就是原来 大家去这么说的时候 你介意吗 介意 这肯定是有意要注意一点的 就是有老师的影子 这可能也正常 其实一开始 我选他当我老师 因为我确实喜欢他的东西 然后但是到了卢卡斯的时候 是我已经赢了他了 因为老师的公司 也来那个竞标来了 他们也参与了那个竞赛 然后我觉得还是 我就开始看 我们之间的区别 我觉得还是挺大的 它的 你不能说简单的曲线直线 因为它是曲线 大部分建筑是用直线 所以你一旦用曲线 大家觉得好像曲线都一样 但是其实在直线里边 那是不是也都是没有区别的 其实不是 它的曲线是我觉得更数字化的 更集合的 我的就更自然一点 自由一点 更写意一点 还是不太一样 所以那天说 老师的公司也来竞标 其实我没敢往下问 就是一个你赢了的以后 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一般别人要赢了他 他都骂一通 但是他学生 他心里还要 又想了一下 我学生 对 因为好的老师 是希望自己的学性 超越自己 对 对吧 对 我们后来也碰到一起 真的 也说这个事 你老师怎么说的 他就翻白眼 但是他经常跟我翻白眼 上学的时候就那样 就不费 你 对 对 connect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